有了相機就能拍出好照片嗎? 大家好,我是傑森 歡迎來到新手攝影的50大難題 好不容易選好的品牌,物色的相機 好不容易存到的錢,弄著5萬、10萬 花了一大筆錢買好的相機 但買的相機就能拍出好照片嗎? 不得不說,好的工具可以讓我們試半功倍 好的相機也可以讓我大大提升拍照成功率 像是不少相機主打的高ISO、高速連拍等等 都是可以讓我們大大提升成功率的功能 那為什麼很多人第一次用反而拍出來的照片 不如自己用手機拍的呢? 甚至很多人買了相機反而不會拍照的呢? 那我們換個方式思考這個問題 好比我們有了主星主廚的一整套廚房 我們就能煮出一整桌好菜嗎? 我們有了千萬超跑就能駕馭各種入口嗎? 相信答案清晰易懂 所以有不少朋友想學攝影都跑來跟傑森說 為什麼買了相機還是拍不出好照片呢? 傑森必須說買相機並不會付技術 只會付炒作說明書 甚至你買廚具嘴、付食鋪等等 不會讓你突然會煮菜、會開車、會拍照 不外乎呢?我們就是要利用各種不同廚具的功能 熟悉車輛的性能 不同工具都有適合的地方 因此我也建議大家先熟悉自己手邊洗財 不需要一面的追求最好的相機 尤其現在的手機功能也不差 透過多看、多拍、多學 逐漸的累積經驗以及攝影眼 差別在於專業的單眼相機 可以讓你快速、方便的調整各種許多設定 好比是光圈、快門、ISO值等等 懂得懂這些不同的設定與技術 勝過買一大堆攝影器材 喜歡這樣的內容 別忘了按讚、分享 在留言區底下留言 都是我們持續分享的動力 我是傑森,我們下次見 掰掰